好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WP花园为大家提供的亚马逊店铺推广营销教程 我是主要人Jack 我们现在继续来讲Jungle Scout大数据分析工具 然后看到怎么来可以帮助你在亚马逊上做一些竞争对手的供应商数据库的一些查照跟筛选功能 这供应商不得了 说真的因为我们在亚马逊上看到很多这样的产品 比如这件产品我们有时候挺好奇他们背后的公司是什么的 如果说你不知道他们供应商的话 你光看品牌名好像也看不到他到底是有哪个公司来做的 所以Jungle Scout这里有很多的供应商查找工具 别的不多说我直接先展示一下 假设我们想来出售GoGo的床这个产品 我点错了点成byproduct对一搜索 这里有几个参数指标公司名字 这个是地址这个是浙江的朋友 这个是Totalshoot 就是说他总共对外出售的送到美国的一些邮政记录 然后他们的主要的客户群体有7个 就是说他已经发了180个货了 他的7个客户主要是这几个大客户 因为他估计是个工厂 然后给这些客户供产品 他们的产品类型有Tature Ruber 橡胶产品 家具 衣服 Organic Chemicals 就如此类的这样有机化学品 那么这个1884算是比较大的一个了 我们看其他的有46个的 900多个这个May Best Home 哇这个可以 这个是个大卖家 萧香羊肉上海的 哇这个是公司厉害 假设我们对这个公司感兴趣的话 卖塑料品的 看到是干什么的 我觉得挺好奇的 这一家我们看一看 这一家到底是随便点开 就是说我们通过某一个产品 可以看到这个产品 生产那个产品的镜子有几个 像这个是比较强的镜子有 这个也是不错300多个 5个 哇这个人家厉害99377 看到没有 这才900多个 这个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这个是什么 SCN这家公司也挺厉害的 看一眼 这个就是上海这一家公司 他官网做这么差 但是他毕竟实力大 所以也无所谓 但是官网做的价值 确实担任不出他的实力 这个CNCC这个看一眼 这两个我们先打开 这讲的应该是这一个 看他怎么样 其实挺有意思的 做的供应商调研 你发现没有 他即便官网做的差 不像是我们沃特克刷原作的官网 这么好看 但是他都有不错的亚马逊的销量 所以独立占亚马逊这个取舍 大家注意看 然后这里供应商消息 估计就这一家 好的 我们简单跟大家分析了一下 基于某一个产品来找供应商的 另外他可以通过供应商的名字 我们前面已经展示了就不用九千 其实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 这个基于某个产品的这个A型码 我们这里呢打这个来